美副元首同框的历史画面 发生在去年初洪都拉斯总统就职典礼 如今赖清德将在以特使身份 出访友邦巴拉圭参加总统就职典礼 蔡总统也期许访团 可以达成深化台巴邦仪 拓展双方合作的两大核心目标 特使团12号下午启程 去城过境美国纽约 14号上午会晤卸任总统阿布朵 以及新任总统贝尼亚 下午和学生互动晚上参加桥宴 15号上午就职典礼后 接着参加贝尼亚总统午宴 16号回程会到旧金山过境 全程共计七天六夜 我们跟美方协调过境的过程 从一开始就没有包括到华府 或维基尼亚或阿伦敦过境 会这样说是因为近来 设台圈不断传出赖清德派代表 争取过境华府消息 散播假消息的罪回祸首 如今也被揪出 疑似是国民党驻美副代表 秦日昕 这让朱立伦主动回击 赖清德大胆地想出 他要进入白宫 引起国际媒体的关注 竟然推给国民党驻美代表处 我相信这样不负责任的做法 只是想要掩盖赖清德信口开河 台美关系我们认为 应该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出发 不应该从政党 甚至选举的角度去操作这个议题 赖清德出访前依赖论四起 先前更有媒体指出 赖清德团队外交领域状况平平 就是因为蔡总统的人马没有进驻 但这回出访巴拉圭 蔡英文倚重的府副秘书长黄崇彦也将随行 让传言不攻自破 政党对内竞争 那对外团结一致 我想这是基本的道理 用行动甩开谣言 迎赖体系再攜手 希望这趟出访 赖清德能交出一张亮眼成鸡蛋 金新闻最后报道